国拼小将世界杯首战王曼玉 竟被打得怀疑人生 教练的表情亮了 大家好 这里是湾体谈 说起王曼玉大家都不陌生 在今年的全运会以及士兵赛比赛中 都能够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比赛中王曼玉都夺得两枚含金量比较高的奖牌 凯曼也是新生代的主力 那么两人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会有怎样的火花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第一局比赛 王曼玉迎战凯曼 两人在赛场上没有过多的试探直接进入主题 很快王曼玉占领上风以4比2拉开局面 王曼玉凭借着先得分的优势将比分拉至8比3 随后一鼓作气拿到局点以11比6拿下首局 第二局比赛中 宽曼迅速进入比赛状态 双方开局就将比赛拉至4平 随后 宽曼玉迅速将比分拉开至6比4 此时的王曼玉被打得措手不及 但王曼玉还是迅速稳住阵脚 寻找突破 很快 王曼玉反超宽曼率先拿到局点 以11比8再下一局 大比分为2比0 第三局比赛中 宽曼开局就主动进攻掌握赛场主动权 打得王曼玉措手不及 但王曼玉很快就将比分追平 此时比分来到4平 随后 宽曼迅速将比分拉至7比4 随后 宽曼拿到局点 此时的王曼玉心态出现波动 最终 宽曼以11比7扳回一局 大比分为2比1 第四局比赛中 双方在场上竞争异常激烈 宽曼刚开局就打出5比4的气势 但王曼玉铁桶一般的防守 也是让宽曼无计可施 很快 王曼玉将比分 单平并赶超 此时 王曼玉将比分拉至7比5 随后 王曼玉以11比7拿下第四局比赛 第五局比赛中 此时比赛已经进入决胜局 双方在赛场上异常的胶着 宽曼开局以3比0拉开局面 但此时 王曼玉也并没有放松警惕 王曼玉只能先注重防守寻找突破 此时比分已经来到9平 随后 王曼玉速战速决以11比9拿下最后一局 大比分4比1横扫宽曼晋级 两人都是国家队位以重任的人才 同时期待 双方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会有更精彩的表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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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